肩台上打磕蛋 早餐来份蛋饼 好满足 不过 鸡蛋又涨价了 这回每台金涨两元 不过一大早鸡蛋行 买气依然很旺 照理来说是有一点 但是平身用品吧 还是得吃吧 日常生活需要的啊 要吃也要买啊 一个礼拜都太过阴冷了 南部的鸡场老鸡母都不下蛋 所以蛋生产量减少 而且过年蛋的销售量 都比平常还要多啊 所以供不应求就是要涨价 寒流来袭 连蛋鸡都动尾鸟下不了蛋 根据农业部统计 目前国内投入生产蛋鸡 3433万只 鸡蛋每日生产量 比起前一周减少500箱 但其实蛋价上周才刚涨 22号批发价张亮元 24号轮到产地价 而本周29号分别再涨2块钱 偏偏最近需求量很高 两百七两百八 本来是差不多 如果四十八块是一箱 差不多四五斤的话 差不多两百四十八 蛋价的话是每年这种时候 都一定会涨 应该年后就会缓解了 如果是天气慢慢回暖 产量就上来了 鸡就不容易死不容易生病了 蛋价回稳 恐怕还要再等等 现在看来过年吃蛋 又得多掏点钱 环宇新闻张霞与黄轩轩 台北采访报道 请订阅按赞 分享环宇新闻YouTube频道 并开启小铃铛 即使掌握全球时事 与最新趋势 您拖再次来 再次请订阅 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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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成 油 油 油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